你要把它抽離出來 精選出來 最後再來 我的人格特質 我的價值觀 那又是什麼 別人認為我是什麼樣的人 我自己認為我是什麼樣的人 我的做事態度是什麼樣的 最後更重要 今天我們要當老闆 我們希望有更多的收入 我們希望做想做的事情 那你希望在這樣的創業領域當中 你想在什麼樣的領域 成為什麼樣的人 好 相信在座活版都已經寫完了 沒有寫完沒關係 我們就再繼續看下去 好 接下來 當然各位就要幫你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直牙必勝的黃金方程式 首先 就是我們剛剛寫的這一張名片裡面 它就隱含了 所謂的黃金方程式 有哪些黃金方程式呢 第一 就是我們的專業領域 第一 它就是我們的武器 知己知彼 我有哪些擅長的武器 就是你的專業能力 你能夠提供的服務 你能夠提供讓人家覺得品質很好的服務 或者是技術 那是什麼 再來 這個我們在圓夢十二里 諮詢里裡面 陳瓊華羅賓老師曾經有提醒過我們 工具不需多 但是要精 在座很多夥伴 尤其是男性跟我一樣 大學的時候我們常常騎摩托車 摩托車壞掉怎麼辦 我們就會拖去上摩托車行 然後問那個經驗老道的老道的阿伯 對不對 說摩托車壞掉了 怎麼發動的時候過程當中好像有怪聲音 你會發現它很神奇的是 它拿過來 鑰匙電源打開引擎 火星塞有問題 有時候想說 你怎麼知道 聽音就知道了 因為他修的摩托車太多了 技術太純熟了 所以連一個聲音的改變 他都可以知道是哪個部位有問題 所以最後他就跟你講 修這樣兩千元 你不給都不行 對不對 所以技術不用太多 三個就好 最多三個就好 然後要集專精 有的時候 常常我們在校園演講的過程當中 很多學生都會告訴我 老師我大學四年 我都不曉得我會的是什麼 老實說這樣有一點可惜 因為大學四年 如果你覺得我學不到東西 或者是你在學習的歷程當中 你不覺得我有學到什麼專業能力 相同的時間 其他的夥伴都已經有學到他自己的專業能力 而同樣的時間 我們獲得的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專業能力很重要 好 第二就是我們講的人格特質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如果你要達到目標 你需要的人格特質 比如說剛好有很多夥伴 很積極很主動很熱情很好 如果他想要成為業務人員 我們都知道業務人員就是要不怕被拒絕 要主動要積極要誠懇 所以他如果如果你的寫的特質裡面 剛好就有符合這樣特質 恭喜你 你就有城市的要件 就是你適合做業務人員這樣的能力 好 再來各位可知道這個圖案是什麼圖案嗎 在遊樂場裡面或者童話故事 有一個石 對很好這是石中劍 石中劍它是一個童話故事 童話故事是這樣說的 曾經有一個國家 就是說這邊石頭裡面有一把劍 然後皇宮裡面就來跟大家很多村民宣誓說 如果有任何人能夠把這把劍從石頭裡拔出來 那他就可以成為下一代的國王 那有一個年輕小伙子小男生 他不明就里就跑到那個地方去玩耍 後來就他看起來很神奇的那把劍是什麼 很多的勇士很多的大力士怎麼拔也拔不起來 這位小男孩輕輕一鬆鬆一拿 整支劍就拔出來了 於是他就成為這個童話故事王國的未來的國王 你知道他用什麼要件 童話故事是怎麼說 為什麼這個小男孩可以拿起來呢 因為有一個智者曾經這樣說 唯有心力純潔誠實的人 才能夠把這把利劍從巨石裡面拔出來 然後這個人就要成為這個國家未來的君王 這個叫做特子 看到這裡大家夥伴有點偷小事 沒有錯 你不覺得現在要成就一個企業主 心力純潔跟誠實是多麼難能可貴的事 對不對 是的 所以 最後一個 這個也就是 最後一個我們要講的就是 理想抱負這件事情 也就是我們在座 夥伴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如果在座夥伴 你在跟隨大人哥在講這張名片的過程當中 你我講到什麼你就很快的能夠寫完 恭喜你 你在你的職雅偉大航道上面已經開始前進 如果你說 當然哥 我在這個寫的過程當中 我不曉得我的專業能力是什麼 我不曉得我人的客人在哪裡 我更不曉得我未來創業要走向哪裡 沒有關係 我們圓夢十二例裡面 賴恆毅教練有個提問力裡面 你可以好好的去看他裡面的影片 他說明他會引導你好好的去反思你自己 我到底想走什麼樣的路 想做成什麼樣的人 那我很欣賞一位王一郎老師 他也是我們圓夢十二例的一位老師 他曾經在私底下講過一句話 能不能成功 可能操之在他人 但是想不想成功這件事情 操之在我 為什麼要特別起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的理想抱負 有可能在實現夢想的過程當中 你會被人家潑冷水 啊那有可能 你長這樣怎麼可能當model 我們常常會被這樣的冷水潑到 但是那是我們的夢想 我們都知道夢想不能夠被取笑 只是在那個情況下 大家會覺得 你怎麼可能會做到這樣 我們知道自己有這樣的專業能力 我們這樣的特質 但是我們常常被人家潑冷水 在這個時候 我們能不能堅持到底 所謂能不能成功這件事情 就像我們剛剛在看招牌 這件事情一樣 各位 你覺得招牌淋亂 可是你非打一通電話的時候 為什麼在座所有的夥伴 包含線上的夥伴 你選的答案跟別人不一樣 那就是你的喜好 能不能成功這件事 比如說餐廳很多 但是我就選這一家 於是這一家 因為你的光顧 它的營業而增加了 沒被光顧的人 他沒有辦法強迫你的顧客 學哪一家 但是問題來了 你因為別人這樣不選你 你就放棄你的創業嗎 你就否定自己的能力嗎 當然不是 想不想這件事情 我們剛剛講 理想跟抱負 它是我們的夢想 你有多想成功 你多想成為 你曾經夢想的那個人 所以我覺得 王爺老師 他在私底下 曾經有一個很好的 很好的動作 在此借用他的一下 他曾經說 當我們人生 呈現在順境的時候 我們可以舉起我們的右手掌 拍拍我們的大腿 然後講了一句 好機能 YES 很好 在順境中 我們要告訴自己 好棒 在逆境的過程當中 我們覺得很挫折 我們覺得 這世界很灰暗 但是他還是一樣 舉起他的右手 用力拍在他的大腿 講了一句 太棒了 我正在成長 這個動作 只是在提醒自己 我們的夢想 我們要堅持 來 我會邀請在座 所有創業的夥伴 舉起你的右手 輕輕拍你的大腳架 當我們順境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做呢 好機能 YES 很棒 但是當我們受到逆境 挫折的時候 同樣我們舉起我們的右手 來拍出我們的大腿 大家喊聲 太棒了 我正在成長 很好 只要我們有這樣的信念 告訴自己 我們要堅持到底 我們的夢想 才有成就的可能 好 接下來 這個方程式是這樣子 當我剛剛講 當你有具備專業能力 你有很好的人格特質 而且你的理想報復 三者連在一起 他都有正相關的時候 他就會呈現 我說了 你的偉大行道 正在前進 那在座伙伴 有一糊一片深 那老師 學習歷程這件事情 到底扮演什麼角色 學習這件事情很有趣 我想講 通常你在連這個方程式過程 你會覺得 原來我的能力不足 所以我必須要學習 我的人格特質不夠剛硬 我的人格特質不夠柔軟 我的人格特質不夠纖細 所以我要學習 我的目標不夠明確 我不知道我要是什麼 所以我去學習 所以學習這件事情 永遠為了需要而學習 而不是敢流行去學習 學習永遠是為了自己學習 而不是為了別人的期望而學習 學習永遠是為了未來而學習 而不是眼前短暫的學習 所以當你缺什麼 我們Robin老師在座的強調 知識就是要知道 而且要知道去哪裡找到 就像現在一樣 你會發現大人格很多的 的講稿裡面都會引用他人的 借用他人沒有關係 告知就好 然後會充實我們的生命 所以學習就是補足你的不足 讓你的生命能夠成長 發光 這才是重點 當然接下來我們來講 知彼這件事情 曾經在簡報裡 林志龍老師也有講到釣魚這件事情 我非常喜歡 因此跟大家借來引用一下 再請問一下在座的各位 釣魚這件事情 我們在魚宮上面會裝上釣耳 請問這釣鍋上面的釣耳是 你覺得是魚 我要放那種魚比較喜歡吃的 還是我們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當然是魚嘛 因為我們要釣的是魚 不是釣耳釣自己 所以釣魚這件事情是 這件事情是要給魚想吃的 而不是我們自己想吃的 所以改編他原來一個 他的簡報的內容 其實創業真正的目的應該是 我們創業者是不是能幫目標消費者 做決定 再次回到我們剛剛那個城市 那個街道的那個場景 你會覺得無法選擇 因為不知道要選擇什麼 因為所有的夥伴說亂七八糟 毫無重點 讓人家覺得很壓迫感 不知道如何選擇 他有可能放棄選擇 如果大家就沒有講 你非得打一通電話的時候 他可以放棄選擇 那我們能不能創造一個環境 一樣的氛圍 讓大家覺得說 我幫助你做選擇 而且是很好的選擇 好 所以品牌是要經得起考驗的 品牌要有特色 因為我們自己 我們的品牌 我們的招牌很鮮明 第二 什麼叫做利益 也就是站在他人的立場 幫助他們做選擇 所以 我們要創業的內容 是幫助我們所謂的標的消費者 去幫助他們做選擇 或者提供他們更好的服務 但是最重要來的 我們的品牌 我們相信在座所有的創業 創業者 你們絕對不會希望 我們今天創業的東西 就三年五年 就這樣結束 一定是需要長久的經營 所以他需要時間的證明 如何證明我們的品牌 是經得起考驗 最近 這個新聞非常盛行 對不對 食安的問題 為什麼這樣食安的問題 造成我們最近 在社會上 人心上很大的恐懼 甚至已經到了憤怒的地步 因為曾幾何時 我們從小信任 甚至到依賴的那個品牌 原來到現在 你發現 他並不是在做所謂正當合理的事情 這個品牌 我們以為他們都在 他們成立實驗室 應該是幫我們去做檢驗 幫我們去做篩檢 讓我們得到很安全的環境 使用安全 可是可能 可能 因為一些 我們為了要盈利 我們為了要賺錢 我們要養活 什麼樣 其他的原因 個人的原因 不是動眾人的原因 於是他們 私心使用了 不正當的材料 所以曾經有一個美國詩人 才能講了一句 一句話 是這樣說的 人們可能會忘記 你說了什麼 人們可能忘記 你做了什麼 但是人們永遠不會忘記 你用 你對他們的感覺是什麼 所以 感覺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 在 我們的講座最後的結束前 當然想要分享一句話 最後一個禮物送給你們 就是 努力很重要 但是 選擇 比努力更重要 創業的星光大道上 其實是很估計的 你可能要堅持你的品質 你想要堅持你的技術 你想要堅持你的流程 但是你的同業 可能跟你說 何必這麼努力 何必那麼辛苦 我們只要 差一點點東西 我們只要稍微的 投機取消一下 你也可以創造更大的利潤 不是嗎 你受到這樣的冷嘴任風 或者是你真的在 那樣的過程當中 也受錯了 你也心心在動搖了 那樣的過程當中 你的價值觀 你的人格特質 就在 就是你最後一道防線 各位 想想初衷這件事情 為什麼我們要創業 你是真的只會提高 很高的收入 想做自己想做的事 你要成為 你要成為當老闆 很多上班族要成為老闆 因為他覺得 他的環境的那個老闆不OK 然後老闆不夠誠信 他們老闆不夠照顧 照顧員工 那我們創業者就要有一個心 放在 永遠放在心裡面 如果你不喜歡 你現在看到的老闆 你不喜歡你現在看到 我們市場上的一些企業的作為 那勉勵各位所有創業者 你要永遠永遠記得 當我們實現夢想的過程當中 當夢想實現的那一刻起 我們永遠都不要成為 那一個我們現在討厭的那個企業 討厭的那個老闆 因為這就是我們的選擇 這就是我們的價值觀 這就是我們的品牌 所以很感謝今天有機會 能夠來到這裡跟大家分享 職壓力這個過程 希望最後一個這樣的演講 這樣的分享的過程當中 能夠點亮你們人生的新的方向 能夠開創未來各位 在創業的領域當中 一個新的據點 我是張立仁 也是你們熟悉的大人哥 今天很高興為大家分享 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人哥 用短短的30分鐘 跟一張名片的大小 幫我們介紹了 怎麼樣去打造職壓力 打造個人品牌的黃金方程式 在青創沙龍舉辦了這麼多場以來 我相信就是 會來參與青創沙龍的年輕創業者 年輕的朋友們 其實大家相信都是懷抱著理想 並且非常努力的 每一天的踏實在往目標邁進 那青創沙龍在這邊 非常感謝各位 不管是在現場的朋友 或者是在線上的朋友 非常熱情的參與我們這段過程 讓我們透過學習 分享和互動 能夠讓大家在創業路上 走得更遠跟更穩 那我們也很謝謝來分享的所有講師 願意把他們的簡報跟知識的精華 分享在網路上 各位接下來只需要在網路上 搜尋青創沙龍或圓夢十二粒 我們會把所有的資料 都公布在網路上 讓大家自由的取用跟分享 那今天也很謝謝大家 來參加青創沙龍 圓夢十二粒的系列講座 我們再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